年轻人其实对于柯主席 开始有点觉得他这样让我们很寒心 怎么说 因为包括其实我本身 我本身是小草 我们柯主席出来刚开始选的时候 也是因为一时气愤出来选嘛 也是毫无准备 那为什么就不能理解我们年轻人 就只是为了 就是不满谢国良所做的这些事证 然后跳出来要去罢免他呢 为什么一直要上钢道蓝绿恶斗呢 真的让我们非常的寒心 包括当天我看到那则新闻 我真的是在家里就忍不住 真的有流泪 那我希望他可以真的了解 基隆的情况 然后再去做发言 不要就是真的一直把我们 要抹虑真的 我支持的人的口中 然后转头就对我们 这样泼这样脏水 就是让人真的很 有一种好像价值观崩 整个崩塌的感觉